世诗纪第四章 一户死后 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因此耶和华把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冰手中 耶冰那时在下所作王 他的军长西西拉住在夏罗摄戈印 耶冰王有铁车九百辆 他吉利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 以色列人就哀求耶和华 有一位女先知底波拉 是拉比多的妻子 那时正这里以色列人 他常坐在以法连山地 拉玛和伯特利之间那棵底波拉棕树下 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 底波拉派人去从拿弗塔利的基地斯 把雅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 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不是曾吩咐你说 你去向塔伯山进军 从拿弗塔利人和西布伦人中 率领一万人与你同去吗 我必引阎兵的军长西西拉和他的车辆与全军 到基顺河往你那里去 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巴拉对他说 如果你与我同去我就去 如果你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 底波拉回答 我必与你同去 只是你这次行程就没有光荣 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 于是底波拉起来 与巴拉一同到基地斯去了 巴拉就召集西布伦人和拿弗塔利人到基地斯 与他一同步行上去的有一万人 底波拉也与他一同上去 摩西的岳父和巴的子孙基尼人西伯 曾经离开基尼族人 到靠近基地斯的萨拿因的橡树旁 直搭帐篷居住 有人告诉西西拉 雅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了他伯山 西西拉就召集他所有的车辆 就是九百辆铁车 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 都从下罗设歌印出来 到基顺河那里 底波拉对巴拉说 你起来吧 因为今日就是耶和华 把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 耶和华不是在你前面出战吗 于是巴拉和跟随他的一万人 从塔伯山下来 耶和华用刀 使西西拉和所有的车辆与全军 都在巴拉面前溃乱 西西拉下了车 步行逃跑 巴拉追赶西西拉的车辆和军队 直到下罗设歌印 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 连一个也没有留下 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 到了基尼人西伯的妻子 雅易的帐篷那里 因为下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伯的家友好 雅易出来迎接西西拉 对她说 请我主转过来 到我这里 不要惧怕 西西拉就转到她那里去 就是转到她的帐篷里去 雅易就用毛毯遮盖她 西西拉对雅易说 请给我一点水喝 因为我渴了 雅易就打开橙奶的皮带 给她喝了 再把它盖着 西西拉又对雅易说 请你站在帐篷门口 如果有人来问你 这里有人吗 你就要回答 没有 西伯的妻子雅易 取了一根帐篷的角子 手里拿着锤子 静悄悄地走到西西拉那里 把角子钉在她的太阳穴里 直钉入地里 因为西西拉疲乏熟睡 就这样死了 那时巴拉追赶西西拉 雅易出来迎接她 对她说 来吧 我给你看你寻找的人 她就进到她那里去 看见西西拉已经扑倒死了 角子还在她的太阳穴里 这样 神就在那一天 在以色列人面前 制服了迦南王耶兵 以色列人的势力日渐强盛 胜过迦南王耶兵 终于把迦南王耶兵除灭